農主的譬如 落到福音十五週十一到三十二十 夜初又說 沒人有兩個兒子 所以兒子對老伯這樣說 老伯請你將我應該在家山分給我 老伯就將財產分給兩個兒子 不及幾日 小兒子住在所有的材料出門出頭去 他幾日在外面花天酒地 花了所有的錢 很快就錢都花了 還遇到嚴重的氣氛就含入困境 只好有一個東隊的人 這個人派到產業去刺激 他搖到想要拿刺激的導演來刺激 總是連這裡也沒人給他 最後他親吻過來 心裡想 在我老伯的家 連車工的美女都到處 我現在在這裡要搖死 他要搖回來 搖回來 搖回來跟老伯的生股朋友對他說 老伯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等了後 我 不配罪你的兒子 請你把我當作搖工的美 然後 對他 對那樣他起心倒回去 他的老伯的方便看到他 就 擋了主心 走進前 跟他母 年齡 又跟他沈 小孩說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等了後 我 不配罪你的兒子 老伯 老伯 這樣說 趕快 去拿最好的襪子 來把他穿 我把他掛秋季 穿上 把我那隻背的牛 趕來台 讓我們生到開心 來慶祝 因為我這個兒子 四年後 碰見又吹到 對他這樣 他們就 開心 慶祝來慶祝 那時候 大兒子 真的在慶祝 回家 回家 還沒找到門口 就聽到家裡 團隊 趕快跳舞的聲 他就叫一個老伯 來問 老伯就跟他說 你兄弟回家 你的老伯 為了他歡喜 特別 看那些胸部的牛 大兒子很生氣 不僵一敗 老伯就出來 給他哭哭 他對老伯說 你看我輸給你 這麼多年 我將來不會違背你的命令 總是你沒有把我 開過一隻胸膏 給我跟我的朋友 衣服 輕鬆 總是你這個兒子 在窗戶上面 在窗戶上面開前所有的家庭 一桌回來 你天桌 為了他帶那隻胸膏 後面告訴他 人家 你一直在我的胸膏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總是你的兄弟 是四年過我 胖鏡又吹到 所以 我們一起 歡喜快樂 我們一起 歡喜快樂 印象 兒子